說到地區創新 剛才說在地區民共同努力 台南市北区區公所也為地區 來搭造一場合國的市集 不只是說希望能讓新一代少年人 了解古早時代的美好 也希望這有創新的模式 幫助社區帶來更好的發展 小朋友已經優美的歌聲 來為市集外黨接觸主播 這是由台南市北区區公所所主辦的 阿嬤你看市集 和這個名字北区其實有重要意義 除了是說委員本在台南的美国 學校的旨幟 找回歷史的記憶 還要讓大家感受到 五六十二代的學校是說 你當時市長恩惠帝 跟各界代表 也先領現場參加開播市集 今年第一次舉辦的 阿嬤你看市集 現在名字很老氣 但是市上內容卻很鮮活 很活潑很年輕 尤其這個市集 找回到我們年輕一代對 過去過往流光歲月的一個想望 那今天的市集 不像傳統的夜市攤販 事實上是非常具有創意 而且非常具有這個地方特色 所以呢 我們很希望說 藉著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創生的模式 我們希望說能夠在台南市的其他各區 都能夠一直展開 近幾年來很多鄉人都集結 往地橫創新的方向努力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發覺在地的地式 進行地向經濟 促進人口回流這片土地 在這次辦這個豪國集結 也成功成了這麼多民族來參加 希望這個方式能夠帶動社會發展 記者在醒悟辦公 彩虹伯德